据说只需要这么几种料 咱们就可以在家制作完美的虎皮猪蹄 上次现在说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 现在想吃着一个虎皮猪蹄 那我去趟那里进点货不过分吧 据说只需要这么几种料 咱们就可以在家制作完美的虎皮猪蹄 咱们少瞎一点 简简单单就加六种 麻辣老卤汁 骨髓浸高 炒糖色 酿造型焦糖色 增香二号料 3A级的小香粉 那咱们就适量添加一点 香粉高一点 增香二号料 高一点 这次我没有加多 酿造型焦糖色 高一点 炒糖色 高一点 骨髓浸高 高一点 麻辣老卤汁 高一点 干辣椒来一点 小茴香来一把 八角两颗 香叶两片 桂皮一根 别忘了加盐 好 来把冰糖 上锅 卤汁的时间不用太久 84分钟就够 现在已经过去了80分钟了 这个猪蹄 我看了一下 成功了兄弟们 真的是虎皮猪蹄 看一下兄弟们 真的是虎皮猪蹄 都成功了 猪蹄已经卤好了 吃不着急 这个猪蹄的话 我们再给它泡两个小时 坐等开吃 不知不觉 我们泡了四个小时了 这要是再没有味道 这说不过去了 直接看成品吧 终于让我成功了一次 干一杯八千 因为功夫不负有心人的 我们终于做成了一个虎皮猪蹄子 再来干一杯 现在一人血书 我看看 血妈想干 我血妈想干 是有那个感觉 对吧 虎皮就这样 它这个猪蹄子咬着 就是里面肥的部分 基本上就没有了 就是皮 这个真的跟螺蛳粉里 那个差不多 差不多了 已经很接近了 今天一切的辛苦 都是值得的 这小味 没外方便 这就是虎皮猪蹄 猪蹄的魅力 不吃紫苹果的 吃嘛 还有点辣 我放了好多辣椒 这个猪蹄就是 除了皮就是骨头 胶原蛋白基本上就炸霉了 可以啊 哇 好舒服 你这炸了多久啊 炸了20分钟 炸透透 嗯 虎厚还可以 没炸好它就会嚼 你这个真的 我吃不出来 配个猪蕉 猪蕉命 你说他们是开个龙江猪蕉饭吗 嗯 是这种吗 不是 龙江猪蕉饭是肘子 是蹄棒 是蹄棒 你要吃到龙江猪蕉饭里面是这个 这个的你直接开饭 我一直以为它是 猪蹄上面的这个皮片下来的 你别说这味道还真的 如你所料 小马想看真的是 只为特价了 我把里面的骨头全挑出来 这一口下去 它是直接脱骨你知道吧 然后一口下去的感觉 就像这个 好了观众们们 咱们本期视频呢就拍到这里结束了啊 不知道你们看完本期视频感觉怎么样啊 如果你有喜欢的话 就在我们视频里点一个赞 我们是 龙江猪蕉 兄弟 下期再见 拜拜 这后面这个照片该换了啊 这谁找的 这玩意儿 我还有十几张呢 放心 你们给我发的这个节奏都看了 下一期就给大家贴上 大家还有没有什么比较好看的表情包啊 搞上去一定得是我们俩的 小帅的也行 但是一般小帅是没什么表情包的 嗯 hätte好Bu结束 好了 你有没有什么 Harry öz